我们现在刚化了电池还有点电 但是我们现在要去冲一下 问题 这里就是那个批发的 刚才断了一下不好意思 因为没有电了 走吧走吧 这里是那个马拉维的二区 二区就是大家经商商业区 这是内街就是不宁街的 然后这里就主要做批发 这些店铺啊周围的店铺主要做批发 环绕一下 环绕一下给大家展示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例如像这个店 就我们朋友刚进来的店 嗯 做批发 他主要批鞋子还有少量的衣服 嗯 二姐 不不不 然后呢 他店铺也停电了 我们住的地方停电了 店铺也停电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只能 就只能 能不能不走那么快 嗯 他又来了 你看 他们还是挺碍眼的 走 嗯 然后我们现在出去就是到那个主的街道 嗯 好 走吧 我们要找一家有店的店铺帮忙抽变 嗯 小心一点 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洲最穷的国家之一 所以它的街道 经济会是什么样子呢 店面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可以就来看一下 我们所在这个区呢 他们叫二区 然后是商业区 就是算是经济最繁荣的地方 零售 批发 然后这些店面呢 就是零街的店面 刚刚有人给我 他们打招呼 这是打招呼 这是刚才我们有看过 就是内街的店嘛 是搞批发的 这样沿街的店呢 然后就是做零售居多 一个小小的店哦 五年前的价格 我们知道的已经是1000美金 对1000美金一个月了 现在水涨船高 不知道已经到多少钱了 具体去问一下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就是非洲这样的一个店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走吧 这个是老马拉维了 对老马拉维 待了很多年了 这陈伟 陈伟你在这多少年了 我不在这五年了 那我的包里 你的包 什么包 放到脚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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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坑一个 我刚才进来被坑的 傻傻的 我说他都不进都闷的 这店就是 大家看到的会卖服装 然后小朋友啊 大人啊 包啊 一应俱全 你可能会觉得 好像有点扑面而来 中国当时80年代的气息 我觉得五年前来看 和五年后来 回到这个国家看到的 感觉还是差不多 没什么太多变化 你们想知道这个多少钱 卖多少钱 我可以去问一问 问一问大概这些东西 卖多少钱 去找那个陈伟 陈师傅给大家说一下吧 走 陈伟 还有卖内衣的 这个店是大的 这个店的价格 应该不止我们刚刚说的 一千美金 这个 这个挺大的 陈伟呢 陈伟呢 陈伟 这个店有多长时间 啊 那很大 算是很大的店 对 他这个环金店 他有几百年还在这边开 你看 而且就靠这个店发家制度 你看 这个店环金地带 而且他是高档 走高端路线 哦 这个就已经是高端 这也算高端 在当地就算是高端路线 有些不能看着你 他说得解决 那这个高端路线的价格 你知道吗 高端路线的价格 你知道吗 就是东西卖多少钱 当时就翻几翻的 有可能 他都卖美金的 嗯 刚才昨天 我又看 这不是 这都美金的 嗯 卖美金 对 大约9美金 几百块钱的 60美金 他以前跟我去南非进过过 哦 哇 这真的很贵 这是真贵的吗 嗯 60美金 应该是 哦 很贵的了 对 六七四十二 几百块钱的 嗯 跟国内的鞋子 比国内鞋子还高端了 你顶着人家干嘛 我去街上看一下 去街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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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薇你介绍一下 这边街吧 嗯 介绍一下这边 这我们让一下我们这个老江老老非洲老非洲来介绍一下这个非洲是他了解的 因为中国人嘛中国人一开始都是做贸易的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这边是主路嘛 这边是主路嘛 这边是主路 主路是 连街边都是零售的嘛 连街边都是零售的嘛 连街边都是零售的 然后 但是慢慢的中国人 中国人 中国人那个也会转型嘛 因为我们中国什么火区啊 什么火都有 所以现在也都有 中国人做五金的也做很厉害 做那个小百货的一个作品 反正就是印度人 反正就是印度人 中国是肯定可以争一席之地就是 但是店铺很多还是 印度人 属于印度人 你像这个本来是当地人的 昨天那个这个店主小女人刚跟我说 从那块到这块本来是属于当地人的 然后也被印度人都买走了 买走了马上涨房租了 所以他们就是要 涨了一倍房租了 那当时卖多少钱啊 当时这个绝对是按几百万美金算的 几百万美金 对 买了之后就翻倍涨房租 对对对 他房租一个月现在是多少美金呢 我记不太清 一千多两千美金的 那为什么中国人不把这买钱 也可以买啊 为什么不可以买啊 但是他没买嘛 那你愿意买啊 就是印度人 那边也要有卖的 你愿意买嘛 对大家 中国就没有那个概念 但是印度人就相当于很local的 很当地了 他就无所谓了 他就已经扎根了 对对对对 但是中国人就很少 中国人还是会想回去 对对对 但不会那么那么大图子 宁愿你像那些工厂搞个百来万 两百来万 我就问一下 对我们去问一下 这个多少百 大家会问安不安全 就是治安什么的 就是 就去问完后面说一下 其实那个 要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就安不安全的问题来非洲 嗯 总体来说还是有点不安全的 其实非洲也分很多国家 不同区域的治安环境差别是很大的 然后像南非什么的可能会乱一点 然后呢 嗯 像那个 这一边 马拉维这个国家 相对来说治安还算是不错的 就是我们在路边上拍摄 持机器 也还算是比较安全 他也不知道 别问他老公 他有一万 他另一百万美金说 几百万美金 但是像之前你们不是去马达加斯加吗 然后就觉得治安就比这边要差一些 是不是 对对对 大家就是关心治安问题 所以现在非洲其他国家治安 这边治安的话 现在按他们来说是变得更好一些了 嗯 因为像我们这次看到的 像我们这次 像我们这次看到的就是 各方面生活条件有提高嘛 收入什么也有提高嘛 然后 听说去年生意更好 那说明收成好 有钱嘛 有钱才会生意好 那相对 有收入了 他们就生活会更好一些嘛 就就不会那么 那么乱嘛 是不是 那边就容易那个想偷东西想抢东西嘛 嗯 没办法为了吃嘛 是不是 那么往前走两步吧 我们走一走吧 再给大家看看这街上的样子 反正就这两条 这条这条主街 然后里面还有一小段 你对着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鼠音说 嗯 然后里面还有一段市场啊 然后 然后这个 这这里面一套街 主要是搞披扎的 这边一看就是民宿 民宿相对 可以看到远远的那个漂亮一点的建筑 最远最远那个红色就到头了 嗯 有没有看到那个最远那个 红色的 嗯 我看到了很远 很远啊 然后你看 这么好的地段 那穆斯林 全了一块地在这边盖上 嗯 嗯 那个塔就是 那个塔就是 因为总共就那边到红色的那边 然后下面到 嗯 下面到那那边 嗯 嗯 这老的房子也挺漂亮是吧 嗯 但是盖的也都挺好的 现在我也忘记了这边都是些什么 反正肯定主要以这些日常用品为主了 服装啊 日常消费品 嗯 很棒 这边工资一个月多少钱啊 这边工资大概说一个月多少钱 三四百嘛 人民币一个月 三四百人民币一个月 对 刚才那双鞋几百美 几百人民币 但是但是你就想着 整个国家一千多万人口 嗯 然后就靠这么个集中一个地方 散发出去 嗯 虽然说底下也有一些 比较集中 哦 不然它的那边 过云量也很多 但是就这么集中的两三个地方 供应整个国家一千多万人口的话 那生意还是有 是啊 一千多万人口不进 对一千多万人 它主要是都靠这一块了 对 就比较集中 不像我们国内哪里都有 是啊 都有销售 那所以说这边的房租还是 还算便宜 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值钱 五年前我们来的时候那么便宜 现在不是又翻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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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租还比较稳定嘛 不会展得非常厉害 嗯 这个到时候还是得 需要具体问一下他们 因为最近刚过来也没了解清楚 看一下这个教堂吧 看一下这个教堂吧 那他拍座 他拍座 他拍座 这边就是也有三机四机信号 这边就是也有三机四机信号 但是信号不怎么稳定就是了 有些区域好一点 有些区域好一点 有些区域差 嗯 有些区域差 这边基督教可以娶四个老婆吗 不懂 以前有人说过 以前有人说过 我们要不要去那一街看一下 不去那一街 不去那一街 往前走是吗 你街我们之前也有拍座 你也有看到过 这边有卖手机的看一下吧 这边是一两百块钱 但是这边是一两百块钱 一两百块钱 但是这边是一两百块钱 这手机卖一两百人民币 那比他一双鞋还便宜 那不啊 那是那不一样 那个店铺完全不一样 他就走高端路线 哦 就是很高档的 虽然说店铺还很中国风 就高修不上很高档 但是他的货已经 货的货已经很很高端了 货你说他货时常是高档的货 对对对对 他货是高档 就专修还是中国那个那种风格 你看大家顶着这个 这是顶着一袋什么呀 这是顶着一袋洗衣粉吗 嗯 应该不是洗衣粉 他们沿路路上都没有路灯的 到了晚上都是黑漆漆的 都找不到路 有路灯 有路灯吗 有路灯 骗人 就这几条主要的 这一条也有路灯 你看 哦 那就是我们住的那个区域 那个区域 就是他不是所有的街道都有路灯 然后他几个主街口也有 只有主街口有路灯 然后这里面就是市场 他们单地的 这边是卖水果卖芒果 不往那边走 摸我一下 不往那边走了 走吧 往这上面走 好 到那边镜头就差不多 这个区域都看完了 里面太乱了 嗯嗯 哎哎哎哎 对 哎哎 啊 好 啊 问的 好 一次 就是 wären 基本都是五斤什么的 因为建设发展 那个蜜子粉什么的 灰尘真重啊 两三分钟少 雨季说 虽然说雨季到了 但是又没下雨 一没下雨这边肯定就很干燥 是吧 牧鼠 就这些生活用 可以看一下单车 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 单车还有摩托车 然后价格呢 现在有中国人在这边坐摩托车 然后单车的价格大概就两三百块钱 一个月的工资收入这样 我们走到这个火车建筑 到这边就结束了基本上是吧 对到这边基本就结束了 对到这边基本就结束了 就得一条 两条 然後里面一起 撤撤 哦 热不热?大温热不热? 有点热 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 留一点 然后当时这一段就环境地带 这个? 因为往后面都是市场 可以直接通向市场 那就相当于市场也可以直接往这边走过来 所以这个就环境地带 那这边最近应该更贵了 这边当时到2000多美金 我们再走个五分钟就不拍了吧 差不多到头了 看他们卖东西了吧 可能到头了就看他们卖东西 我来看姐姐 你说要他们卖东西对吧 他们都顶着头上卖那些香蕉啊 什么各种东西啊 或者拿了几个小箱 那都没有称 对不对 就是把这个卖 就一把一把多少钱 或者一堆多少钱 或者一个多少钱 都没有称什么的 都简单原始的 就没办法称量说一斤多少钱这样 就一堆一个 好 稍微往下看 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下 到处 到处 这还是有个坡度的 是吧 这有个坡度 往上爬上来 到处了 好了 这种建筑也是挺标志性的 这个 这边相当于二区应该过来了 是不是 行吧 那就像这样吧 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吧 你感谢再播吧 感谢再播 大家打招呼吧 拜拜 嗯 好了 拜拜 今天再跟大家继续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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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